好 假設你的影片到這邊OK了 那你可以先招人自己看一看 看一看 那我們現在呢 這段影片有了 那如果說你覺得 一開始就播影片太過單刀直路的話 你前面可不可以加一個標題 可以的 你可以用普遍也可以怎麼樣 用別的 那我現在呢 我稍微把這個影片呢 你可以往後退 但是 往後退如果沒辦法 所以怎麼辦 因為同一邊的時間 預設是跟往這個影片一樣長的 所以你可以來點這邊 就是不要點到任何的東西 來看一下右手邊 有沒有看到它持續的時間是多久 在這裡 有看到了齁 這裡 所以如果說你的影片就是同一邊不夠長 那你可以來這邊改 但是注意一下它後面是不是毫秒 MS是毫秒 好 你可以把它加長一點點 像這個 像這個 好 搞不好 然後用這個在下面 好 這是生命的 這是換人片的 來 在這個 你把它往後退一下 你看我現在前面這樣一退了 前面是不是就留空間出來了 有沒有 這個影片在這裡啦齁 影片在這邊 所以呢 我在這邊 趕快用這個 前面空間出來了 我們就可以插入文字 你看上面有沒有一個文字在這裡 看到對不對 可以打字齁 那我這次我先把 那個 黃色小鴨先請出來 在右手邊 有沒有插入圖片 這個 插入圖片 按一下 你就可以找到它啦 OK 在這裡齁 黃色小鴨剛剛沒有把它下載 這樣子 請歐子可以嗎 哈哈哈 不要玩笑了齁 來 把它下載一下就好了 很快 那麼順便補充一下這個 線上具備的齁 它會幫您記住 所以您曾經具備過的 它會留在上面 好 留在你同一台電腦裡面齁 除非你把它這個 把它按叉叉 好我這邊就把它存下來 好我先下載好了 那這個包掉的話呢 你們會發現 我在這邊 有沒有看到 我把它記錄下來 對不對 所以幫您這張 真的不要 你就從這邊擦掉 這樣就好了齁 現在呢 已經OK了 我就從這裡 找到我們剛剛的 黃色小鴨家 有沒有發現 這是序備好的 是要給我的背景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要用那個格式 因為你要做好 所以 你在這邊 直接把它收小 做好以後 然後呢 就可以發電腦筑 你要用 打字的也可以 點了之後 就直接打 點好下來 要不然就可以開始 編輯的黃色齁 所以 這個地方 顏色我先改一下 改成白的 如果你要比較特殊字型的 自己先設好 我裡面沒有什麼 太多字型 好 假設這樣子 那我把這個尺寸 這裡 這裡 尺寸 把那個 掉掉 這裡 不夠大的 你把它拉大 這樣子就有了 對不對 你這樣就進來了 所以你這個做好的 可以拉 欸 直接在上面的 你看有去背就是 插在這裡 那 在這邊如果 這裡不要了 你是不是要把它 縮掉一點點 所以你可以點到這個 我們剛才的融資 你看左手邊它都有 你看 這裡 你把這個時間把它怎麼樣 你看 會變成這樣子喔 不要點這個紅色喔 點下面 欸 不是這個喔 這個 這裡 把它稍微拉進來 有沒有 把它拉過來 就看你的時間 出場的時間要留多少 所以 我們這樣的話 就會變成 進來之後 出一段時間 還有一個小時 這樣會不會了 所以 如果你有兩段 三段影片 都是一樣的做法 都是一樣的做法 我們這樣就可以 很容易的在 電腦裡面 把您拍的影片 做剪接 把它處理好 把它處理好 等一下 我們再分享 另外的方式 還有怎麼輸出 我們先留一點時間 讓老師實際操作看看 因為這個都有中文 應該老師再用會比較快 最重要的是 如果有些圖片 你記得 盡量用這種 PMG合式的 去變好的 我們再用會很方便